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喜好萌族联盟,我是萌萌 一只棕熊不小心闯入了这只狗狗的领地 因此狗狗就不断的阻止这位棕熊的进入 但是棕熊就是想进去,估计也是太饿想要吃东西的缘故吧 不过狗狗却没有理会棕熊这一点 因此不断的驱逐着 最后这只棕熊被狗狗吓得灰溜溜的离开 也是丢尽了熊脸 一只棕熊十分的饥饿 因此就来到了一个地方想要掌尸的 结果就来了一个狗狗的地盘 我们都知道狗狗对于自己的领地有着很强烈的占有意识 因此当有其他动物站入了领地 它们就会拼命的去掉 虽然是狗狗的体积不大 但是它们的战斗力也是不可小觑 同时呼声还很高 让很多动物都有一些害怕 就比如说这只棕熊在刚来到狗狗的地方就比较心虚 因此这里站着一动不动 这就让狗狗比较恼火 因此两人渗入了死循环 但是这个棕熊刚开始的时候就被狗狗再一次驱赶 视频前的你如果存在防止时间短 勃起无力硬度不够 中途疲软 阴京短小 虚汗 阴囊潮湿 肾虚引起的腰酸被痛等男性问题 可添加中医老师微信 8783400 中药秘方条理 对症下药 记住中医老师问诊微信 8783400 海内外患者朋友 皆可免费咨询 看到这里 不得不说这只棕熊实在是太惨了 竟然遇到了这样一条恶犬 不过看到这里 我们也知道这只棕熊估计也是经过人饲养的吧 否则它也不会这么胆小的 那么对于这样的棕熊和狗狗 大家怎么看待的呢 关注哦 可以每天看到更多有趣的精彩视频 你关注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